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礼拜五 明天要出周报了 那这一期的周报真的是 应该是说上一期的周报 在7月13号发的周报真的是非常精彩 这个礼拜盘其实并不好 我们礼拜一包括这个玉邦 让你看到涨停板 礼拜二是新复兴涨停板 那么礼拜三礼拜四分别有这一个药华药 药华药也表现得相当亮丽 那在今天最后一天是这个云报 云报能源是涨停板 云报能源是我在7月18号 那么七点钟早上七点钟发赖当中 特别公开讲的 今天也涨停板的 显得特别的突出 如果你对这个周报有兴趣的朋友们 我们今天只有200个名额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周报加一 依照时间的顺序 明天来做一个发放 好那当然我预告的这个昆颖 那么4月19号预告之后 先翻倍 在7月2号再预告一次又涨了70% 那重点不在于昆颖这么会标 而是昆颖第二 复制了昆颖本尊的这个标股的一个基因 标股的逻辑概念 昆颖第二目标70% 今天最后一天分享 欢迎大家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 2365加上电话 或者是2365加上赖ID 来跟上彦荣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7月19号 那么彦荣一开始呢 想来跟各位好朋友们结个缘 如何结缘呢 好透过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把这个Line ID写下来 或者说拿起手机 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之后 或是Line ID加入之后呢 请记得给我一个贴图互动 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么系统就会给你一个 关键的一个提醒 或者说底部的一个倍数标股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 一开始的话 我想很多人会关心说 哇老师真的太神奇了哦 那么当时在这个4月19号呢 一路的提醒 4月19号在这里 当时A指标数据 -0.02 拉到前面低点区附近的时候呢 就说这个19,400到19,600 是一个波段低点 结果果然涨了5000点上来 5000点上来 那这个过程里面呢 在6月底 6月底7月初的时候 又说还要再涨1000点 果然又涨超过了 那甚至当时在这个2万2的时候 就是会到2万4 每一个转折 燕荣老师都第一时间做预告 所以很多人啊每次看到这个指数啊 一个高低点想要知道下一步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到我的Live粉丝团来询问我 那当然今天 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 老师到底这个盘已经跌这么多天了 什么时候才会看到比较像样一点的买点出现呢 好我想你问我就对了 好这个等一下我会跟你做分享 那当然最重点的部分 一开始我还在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 那么我们今天是要出周报 那上一期的周报云报新复兴耀华药玉邦 轮流涨停 轮流涨停在这个礼拜 这个盘这礼拜并不好 这个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那么今天我们也开放了200个名额 如果你对我明天礼拜六要出的周报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周报加一 周报加一来做一个留言的动作 那这样子的话呢 会照留言时间的顺序来发放这个周报 好那当然今天 那么我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燕尔老师要证明 我带会员跟留电话的粉丝 有这个速度的感觉 当然我不能说我是百分之百 我有时候在一个转折出现的时候 我也可能做错方向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会第一时间把它调过来 那我们是一个赚多赔手的模式 那么赚多大把钞票在赚 那损失是少少的在损失 这个就是我带会员跟留电话粉丝 一个操盘的一个逻辑概念 所以呢包括深微 深微是上上期的这个 这个周报所做的分享 第一时间长虹涨停有三个 三个长虹涨停 那甚至呢在这个 昆颖的部分 从4月19号 赖当中公开做预告 如果你有加赖进来留贴图的 你就直接看到了 当时就第一时间先拉一倍 到了7月2号 我又直接预告 在41块预告 结果今天涨到71块 涨幅超过70% 所以总共从最低点 我19块预告到今天的71.3% 涨幅超过2.6倍 2.6倍 这些其实你只要加赖进来 留贴图你就有机会看得到 所以各位朋友们你加赖了吗 如果你还没有加赖留贴图的 现在就加我的赖留贴图进来 或者说 如果你已经加赖进来 还没有留贴图的 请记得 现在呢就留一个贴图进来 作为系统的通关密码 这样就可以看得到 不定期的标股的提醒 好那当然我想我在 刚刚谈过嘛 我说我在6月初的时候 我就说 我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 我说还会再涨千点 果然又涨了千点 但是我在7月5号 7月8号左右 我就开始说7月中会震荡 会震荡那果然震荡了 果然震荡一路的跌下来 对不对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震荡当中下一个标股 下一个大盘 要再度起涨 千点行情的点在哪里 他即将会在下礼拜上半周就出现 但是这当中最标的一档 他叫做昆盈第二 昆盈第二目标70% 好那他像这个所罗门 像昆盈本尊 像罗生 像光盛一样 第一时间在一个月内 就让你资金翻倍 所以我们设定70% 真的会over 真的会超过 所以今天最后一天分享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2365加上电话 或者是2365加上LINEID 就可以直接来做跟上 好那记住哦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了 好那当然如何来留言呢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那么来做一个LINEID 来做一个加入 或者是刷QR Code 那么用行动条码来刷QR Code 也可以 欢迎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 分享 打开 小铃铛哦 好那当然今天 我在12点50分 其实我在最近 大致上都是带会员 卖股票比较多 带有留电话的粉丝朋友们 这个礼拜是卖股票比较多 那我在今天12点50分 也发了一个讯息 我说大盘在22900附近 因为今天最低有到22914嘛 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小抵抗支撑 大盘跟台积电距离大支撑 还有一段距离 应该等到短线指标卖超之后 才会有较强的攻击 估计时间低点落在 下周一到下周二左右 答案给你了哦 下周一到下周二左右 就是一个标股的大好买点 所以策略是什么 若是股逢高还是要卖 先找好目标股 等待下周见到低点之后再进场 请会员耐心等待 下周好股票的买点 是不是 我就直接来告诉我的会员 我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有人说老师怎么都没有动作呢 怎么都没有买股票呢 所以我就发这个 来让大家知道我的方向 我的策略是什么 好所以答案全部在这里面的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好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要震荡 因为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去 它代表了如果不是横向就是往下拉回 是不是再度验证了 那接下来要看什么 当时这段涨5000点 因为A指标数据这里是-0.02 杀到前面低点去附近 那么现在的位置呢 现在的位置只要杀到前面这个低点去附近 它就会出现波段低点 所以我们以这个电脑图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主要就是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认为是第一只脚反弹 主要逻辑就是A指标 不是A指标 是整个A指标接近前面低点去附近 但距离的时间比较远 比较远 所以其实会先行进入第一只脚反弹 那用传统的技术指标来看 就是RSI两个低点连线 上一次这里我就跟你说 要再有一个牵点 就是因为它碰到这个支撑 好碰到这个支撑 那这个地方的话 现在直接跌破 直接跌破的话 这个没有第二句话 这一定是要逐第二只脚 现在是第一只脚 那最强势的股票 一定是第一只脚会出现买点 所以下礼拜一跟下礼拜二多么重要 最标的股票 就在下礼拜一的一个买点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 那我认为 如果A指标数据回撤到这个低点的话 约莫在22500到22700 但是我想这个 我会在最近一旦 确实的点位到的时候 我会盘中发 发这个讯息来做一个通知 你如果有加赖进来的时候 底部出现的时候 我会直接告诉你 那这参考 22500到22700是参考 确实的低点 你现在加赖进来留贴图的 你下礼拜一或下礼拜二 甚至下礼拜三出现的时候 我直接发赖来跟大家做一个通知 好那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 是台积电的部分 台积电的话呢 我一直跟大家讲到 A指标数据拉到前面高点了 这就是高点了 所以我说1065以上就是 就是相对一个目标价 果然杀下来 已经杀了100块 将近100块下来了 对不对 那现在也是一样 指标值创新低 包括鸿海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鸿海的话 当然他有一个参考的支撑 但是确实的支撑 要比较接近的时候 我来跟你通知比较准 所以如果你对台积电 或者是鸿海的下一个买进点 有兴趣的 欢迎留言 2330加1 或者是2317加1 我想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比较精准一点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谈完台积电跟鸿海以后呢 我们来谈联发科 那联发科的部分 那么我说这个A指标数据有创新高 这个股价还有创新高的机会 那这边的话呢 主要短线上 他是碰到一点点支撑 但是还不是最大的支撑区 那一旦碰到A指标数据 -0.11附近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买点 那你想了解这个买点在哪里呢 你从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来起算 到万一如果他有创新高 这个利润空间非常大 你想了解2454的联发科的一个 最低价的买点的朋友们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2454加1 好那当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要 最快的一个速度要赚到快钱 就是要去找最强势的股票 那最强势的莫过于今天是云豹能源 包括我在7月13号周报分享他 我在7月18号礼拜四早上7点钟 赖我也直接分享 那这边的话呢就直接拉上来 但是我要跟我的会员抱歉一下 那我是带会员买262的 但是我对大盘的看法非常悲观 所以我们就提早出了 所以其实你要参加我会员 你要这个心理打算 我可能会把这个金鸡毛卖掉 所以当然 这个这笔钱拿着 那至少没有什么损失 那下一档标股出现的时候 我们做得比较开心一点 那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盘式的一个看法 那大盘我是看对的嘛 但是我对我就太过于小心 如果你欣赏彦荣老师 那么这么谨慎的一个个性 当然你可以来找我 那但是如果你来找我 你要有一个心理打算 我有可能把这个会标的股票卖掉也不一定 但是重点是下一档最标的股票 我也会第一时间去掌握好不好 那云报能源的部分 6869的云报跟这个4566的时速 时速的话呢 都是今天最强的 指标只有创新高 这个重点不在这两档股票的一个 它会标不是在这里 不是在这里 不是说你看到涨领版的股票 然后就去就去把它拿来自己乱追不是 重点是它的买进价 那重点是A指标数据有创新高 买进价算好它才会大标好不好 那这个买进价在哪里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 欢迎加赖进来 那么来留言 那么云报的买进价就是6869加1 那么时速的买进价就是4566加1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 来索取买进价 好那当然您加赖进来了吗 如果还没有加赖进来的话呢 请记得加赖进来 那么记得给我们一个贴图 那么包括我在4月19号提醒的昆盈啊 你只要加赖进来留贴图的 那你就能够赚到这2.6倍 所以这个多重要 赶快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做一个加入 或者是已经加赖的还没有留贴图的 请记得留贴图进来给系统通关密码 将来这种底部的标股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会看得到 好那我想当然今天最重点的是 粉丝福利的昆盈第二 错过了4月19号 那么19块昆盈买点的朋友们 那么现在已经2.6倍的 那重点不在于昆盈本尊 重点在于是什么 是他逻辑概念 昆盈第二所复制出来的标股基因 一旦发动至少就是三个长黄涨停起跳 可以重压而且会逆势狂飙 目标70%起跳 粉丝朋友们这个是粉丝福利 想要自己操作的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2365加1 那么或者说想要让我带同步操作的 可以留下联络电话给我 好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呢 下礼拜的上半周 尤其是礼拜一特别的重要 因为昆盈第二即将出现买点 目标70%以上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哦 欢迎现在就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然后呢 做一个加入的动作 加赖的动作来留言 2365加电话 或者是2365加上赖ID 来直接跟上彦荣老师的行列 好那当然我想在ETF的部分呢 我们来追踪的是00934 00934的这一个中性成长高股息 他在最近一次配息0.33元 年化报酬率19%真的非常惊人 那当然能不能买 等一下我有一套逻辑 你参考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再提醒一下 我们明天要出周报 那么上一期的周报 几乎每一天都有股票涨停板 我的股票 其实常态性大概就6档到8档 常涨也说是8档左右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礼拜哦 那么你看到了 包括礼拜一就育邦嘛 那涨停板嘛 那礼拜二礼拜三 新复新涨停嘛 那礼拜三礼拜四 要华要表现都很不错嘛 那今天是谁呢 今天云报啊 涨停板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周报的 欢迎你现在呢 就加赖进来留言 周报加一 那这一次只有200个名额 200个而已 如果说你超过第201名 就没有了 欢迎大家现在就加赖进来 留言周报加一 周报加一来做一个索取 上一期的周报 上上期7月7号的周报 也是森微 也是连续三个长虹涨停 经常是这样子 好所以如果还没有加赖进来 请记得加赖进来留贴图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做一个加入 那你就可以向这个昆盈啊 那么底部区19块提醒啊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71块了 那2.6倍 底部区起涨 你就优先看得到 好那00934啊 它的成分股四档 联发科 以及联勇 刚刚你看过联发科 我的解盘嘛 它是低点 但是不是最低 联勇就有可能是相对低点去附近的 那联电跟世界现金还没有跌完 所以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00934现在可以买吗 我觉得是小买 绝对不能买太多 绝对不能买太多 那什么地方大买 这个地方大买 这个地方大买的话 你会一个月赚10% 一个月赚10% 一个月就赚到 可能像其他的ETF 一年的一个价差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 你想了解小买点跟大买点在哪里的 你现在可以加赖进来留言934加1 我在礼拜一早上的7点钟 我会直接来跟你分享 好不好 好那另外你要了解的是00934的 这一个最标成分股 有60%空间的是这一档股票 好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的话呢 A指标数据在这个地方是0.19 那么短线有创新高 我们不追 但是我们下礼拜利用沙地的时候 逢地来做买进 好所以你对这个00934 最标成分股 有兴趣的朋友们 有60%空间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 934加2 934加2来跟上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那么来跟大家分享 几档股票 亚利 能源概念股今天还是很标 你对亚利的买点有兴趣的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1514加1 那亚利其实我带会员买142 涨到166 那么在163附近做一个收割 那这两天有杀到差不多154附近 那现在又再度转强 当然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会带会员来做 那不太喜欢做追高动作 那你对这个买进价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1514加1 好那么IP股好像上来 蠢蠢欲动 指标值有创高 K线RSI都有创高 那如果你对6462的神盾买进价有兴趣的可以留言6462加1 好6462加1 好半导体设备股亚翔6139 那一样指标值都有创高点 那如果你对亚翔的买点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赖进来留言6139加1 好那最后一档是3491的神达科是低轨卫星的股票 那么一样指标值它是有创高点的 如果你对3491的神达科有兴趣的朋友们 也欢迎加赖进来留言3491加1来做一个索取买进价 好各位朋友们您加赖了吗 如果您还没有加我的赖粉丝团 请记得现在加赖留贴图进来 那么我的赖是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那么做一个加入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4月19号19块跟你提醒 结果现在已经71块了 涨了2.6倍 这种起涨之前的低点 我会优先让你看到 那么就像我在7月18号 我说你加赖留贴图 我让你看到近期要大标的股票 有没有 我是不是先让你看到的云报 有没有 像昨天的这个来意 那么6890来意 我是不是也让你看到了 是不是也拉到快涨停板 所以呢 加赖留贴图多重要 好所以各位朋友们 欢迎加入彦荣老师的行列 我们下礼拜一起来拼 因为台股在下礼拜 那么我们在针对大盘的部分 应该已经电传完了 针对大盘的整个位置 我们来做一个 来做一个这个观测 整个大盘的A指标的一个位置 好大盘的A指标的位置 来看清楚 目前A指标的位置 你看到是在-0.01对不对 好游标这个值的这个位置 在-0.01 那前面呢 前面这边你看清楚 游标的位置指的是-0.02 指的是-0.02 好在这边 所以也就是说下礼拜一或下礼拜二 A指标数据只要刷到-0.02的时候 它会出现波段低点 波段低点 上次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 也是回测前低涨了5,000 那这次我们不要太多了 1,500点左右好不好 那可以让很多股票 一标就是三成四成以上 好不好 那甚至像我的这个 昆银第二就是有70%的空间 好所以我想大盘的部分 大致上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呢 我来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 昆银第二 昆银第二目标是有70% 那欢迎大家现在就加赖进来 因为是最后分享了 最后分享了 礼拜一即将要喷出去的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2365加上电话 或者是2365加上赖ID 来直接跟上这档昆银第二 好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下做一个留言 那么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